这老爷们儿在低市上坐得好好的 突然前方卡车砸下货物 低市一个失控 莲淑直接连人带车摔进水里 被救起来后 他整个人就失忆了 他零星记得自己是一名生物学教授 适应一名专家的邀请来德国厅讲座的 莲淑急匆匆从医院离开 可来到现场后 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正与一名男子谈笑风生 令人诧异的是 这名男子称自己是真正的莲淑 因为男子的证件照 以及网上百科的照片都标着莲淑名字 就连妻子也表示肯定 莲淑整个人傻了 被酒店人员当精神病撵走后 他在马路上思考人生 就在这时他发现 一辆黑色汽车在跟踪自己 莲淑小心翼翼的来到地下通道 他不停留一身后 此时一名男子突然跟了上来 莲淑加快脚步 男子也加快脚步 趁着地铁停留空档 他一个冲刺跑进列车 成功甩开了男子 莲淑松了口气 下车后他顺藤摸瓜 从第一市公司那里 找到当时载他的女司机小娜 可小娜见到他 就像见到温神一样 不仅不回答莲淑问题 还一直躲着他 莲淑满脑袋都是问号 这在异国他乡 人生地不熟的可咋办呀 他来到生物研究所 找到了原本要见面的专家 可尴尬的是 莲淑二号也在这里 两人又一次见面 马上开始新一轮扯皮 令人震惊的是 两人都对自己曾在电话中 和专家沟通的工作细节 了如指掌 而因为专家没见过莲淑本人 也感觉十分懵逼 最后莲淑二号放出大招 他拿出钱包里的照片 竟然是莲淑二号 与莲淑妻子的合影 莲淑头顶直冒绿光 眼前一黑就倒在了地上 这个男人坐在病床上发呆 他失忆了 他坚信自己的身份 是一名生物学家 可目前的种种证据表明 那似乎只是他的一场歪歪 护士在莲淑去做核磁共振 可还没震完 机器就突然停了 昨晚跟踪他的男子 竟然就在眼前 莲淑心里一惊 还没反应过来 男子就把他丢上病床 把他手给靠住 然后还往低液袋里注入毒药 这时护士走了进来 他正质问男子 结果下一秒就被扭断脖颈 趁着男子不在身边 莲淑拖着乏力的身体 努力伸手 勉强够到了护士口袋里的剪刀 等到男子走来把尸体拖走 莲淑就已经把剪刀藏在了手里 他连忙剪断手铐袋 在男子发现前跑了出去 男子意识到状况后 马上出门猛追 莲淑一阵风骚走位 假装伤患 混入消防车 离开了医院 莲淑再次找到之前的低市司机小娜 因为对方是一个非法移民 之前盼他惹上市 所以才一直不肯跟莲淑接触 为了打好关系 莲淑把自己的名贵手表送给了他 小娜被成功买通 答应让莲淑在自己家赞助一晚 可下一秒 正冲凉的莲淑听到屋内发出奇怪声响 好家伙 杀手又来了 莲淑赶紧从窗户跑走 一名杀手发现后立刻追到屋顶 从楼梯上滑了下去 殊不知 莲淑其实偷偷躲在屋顶的另一侧 他赶回屋内 制止了正要对小娜下手的男子 两人展开搏斗 可神奇的是 莲淑竟然发挥出了 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格斗技巧 虽然总体不敌男子 在他的拖延下 小娜捡起男子掉下的毒针 插进了对方脖颈 男子立马凉凉 莲淑和小娜赶紧驾车逃离 另一名杀手发现后紧跟而上 双方在柏林街道展开疯狂飙车 一阵飘移碰撞后 莲淑的车撞上路障 侧翻在地 此时一辆电车向他们急驰而来 莲淑赶紧带着小娜跑出去 哐的一声 车子直接被电车撞飞出去 杀手下车寻找 可此时小娜已经带着莲淑混进了夜总店 成功逃过一劫 一番调查后 莲淑找到了妻子 他质问对方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妻子悄悄解释 他之前假装不认识莲淑是因为被暗杀组织逼迫 他们之所以派人冒充男人身份 是想借机混入讲座现场 刺杀阿拉伯王子 说完 妻子让莲淑去机场等他 可来到机场后 来接莲淑的不是妻子 而是自称他的一名美国好友 莲淑还没搞懂什么情况 杀手却忽然出现 对方一下把莲淑电晕 拖进了面包车里 远处的小娜看见 立刻抢了辆低士跟上去 这个男人从货备箱中醒来 他被杀手带到一座停车场 一直以为自己是生物学家的莲淑 却被告知真相 他是一名职业杀手 在任务的指派下 他伪装成一名生物学家 前来德国进行刺杀阿拉伯王子 可出了车祸失忆后 他的记忆发生混乱 把假身份当成真的 而组织怕事情败露 打算把莲淑这个累赘给除掉 千军一发之际 小娜及时驾车冲来 杀手一下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当场撞升天 而剩下的组织同伙的车 组织箱子里的文件 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有多张假护照 这下他才彻底相信两人的真实身份 他无法接受 心里充满了内疚 他决定改过自新 要下去救面临被刺杀的阿拉伯王子 莲淑冲进酒店内 他告诉安保经理 自己曾在王子的套房内安装了炸弹 他用监控录像证明了自己 经理大惊失色 立刻疏散酒店 此时定时炸弹的时间要到了 组织的女杀手见识不妙 立刻来到楼上拆除炸弹 而莲淑二号趁着混乱偷偷跟上原本要演讲的专家 在监控前的莲淑感觉不对 他忽然意识到 组织的暗杀目标不是王子 而是专家 因为发明出能够快速生长的玉米作物 专家的技术威胁了许多势力 现在他们想要把这次事件伪装成暗杀王子的行动 再把后果栽赃给中东地区的极端分子 莲淑立马跑出去 他拦下要行凶的莲淑二号 两人展开疯狂搏斗 就在此时楼上的炸弹引爆了 酒店内顿时陷入昏暗和一片狼藉 在爆炸的刺激下 莲淑的技能技艺逐渐被激活 他和莲淑二号全权倒肉 一阵凶狠的搏杀之后 他把一块玻璃片猛地刺向对方气管 成功赢下了这场对决 事后王子和专家公布了 这项造福人类的玉米技术 而默默拯救世界的莲淑 则和小娜一起用剩下的假护照 开始了自由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不明身份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